Videocutter,它是Cutter,也是Joyner 所以它有兩用功能 也就是說你打開之後的話 打開之後 再執行這個執行檔 它是免安裝 所以我覺得這個程式還蠻推薦的 因為它其實第一個 它是Free的 第二個呢 它可以有Cutter,就是剪輯功能 第二個它也是Joyner 而且它的Cutter功能 我覺得 就又比威力導演簡單 因為威力導演能打開 介面其實蠻複雜的 但是它的介面非常簡單 你只要去 注意就是第一個 如何把影片載進來 第二個 影片的開頭 影片的結尾 然後按剪輯 輸出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做一個demo給各位看 如果我今天打開它 再來的話 我重來一下 這影片我把它 剛剛有剪過 你就是打開它 然後呢 先打開 然後找到 我是放桌面 剛剛不是下載這個 01這個 按開啟 那我就是 找到一段影片 比如說 聽了之後 這段影片 很重要的這一段 比如說從這邊開始 所以我就 先播放 可能你還是要 先去看一下 幾分幾秒 比如說哪幾分幾秒 到幾分幾秒 先把這個時間 稍微記一下 OK 那個時間在這裡 比如說 我可能就是 從21秒 可能到 1分 1分 可能14秒 這一段 我覺得很重要 那我要把它卡下來 那 我把 所以我大概就是 在這邊調整一下 那你會發現這個有個時間 卡頭 然後 而且它的秒數是到 毫秒 有沒有 到那個 這是千分位符號的部分 然後後面的話 就是到 1分21秒 OK 1分21秒 在這裡 這樣一段 那請各位 待會就 大概剪個三段 因為我們要練習兩個 一個是會卡特 一個還要可以 Joyner 所以兩個 所以直接把它卡一下 然後你又卡到哪裡了 這個不要改 叫 Direct 直接卡 就是不用轉檔 OK 這個底下可以 還可以轉檔 不要轉檔 然後放哪裡呢 放在乾脆桌面上面好了 也許是 我放在桌面 桌面上面新增一個資料夾好了 也許就是練習 這個叫什麼 剪輯 這是 剪輯好了 OK 一個資料夾 名稱 確定一下 OK 它沒變 好 這等一下再改 就是一個資料夾 然後呢 這裡下的名稱 第一段就01好了 總共我們卡三段 第一段 Complete 恭喜 Congratulations OK 這裡面看看 它會自動把這個資料夾打開 這個把它改成剪輯好了 裡面的話 第一段就是01 有沒有 好 那第一段OK了 第二段的話 你就再往後找 這一段跟這一段 不錯 第二段 一樣的動作 Cut 然後這個名稱叫02 放哪裡呢 放這個資料夾 看一下桌面 桌面上面有沒有一個簡直 有這個 OK 確定 把這個02放進去 然後再來第三段 01 0203 前 大概一分鐘吧 所以總共三分鐘 然後這個03 按Cut OK 好 三段了 它會跳出來 最後的話請你再把這三段 再通通放進來合併 怎麼合併 一樣 把 剛剛的那個什麼 Video Cutter 直接切到隔壁就可以了 這個軟體我覺得 還蠻方便 因為像有些 網路上的軟體 他 第一個要付錢 第二個的話 Cut跟joiner 是分開 在不同的程式 所以這邊的話 它其實蠻方便 切過來 然後你add的時候 加號 再把剪輯裡面的 這三個影片 開啟進來 123 那就可以把它join 他會問你說 join到哪裡 join到 一樣剪輯裡面 名稱叫ALL就好了 OK 所有的 把它join 在一起 他就concretion have complete OK 這個打開看看 有沒有三段就全部合在一起 OK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用微率導演可以 只是微率導演第一個你要安裝 軟體 而且要付錢的 第二個的話 如果用微率導演 它剪輯的效率很差 它只要剪輯完它要轉檔 剪輯完要轉檔 合併又要轉檔 所以要轉到最後 可能那個影片的畫質就會失真了 這個軟體我覺得是非常簡單 還蠻常用到的 因為這個 其實蠻方便的 再來它是free的 免安裝 所以應該也沒什麼缺點 沒什麼好挑剔的 OK 最後的話 我們待會又再來講說 因為目前怎麼樣 打開它的話 上面 沒有刺目 所以 待會的話 我們要如何 把這個影片 再加上刺目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影片就把 先剪三段 對不對 然後再合併 一個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個 這個後面加上一個刺目的話 目前沒刺目對不對 那怎麼加刺目 不是說叫你自己慢慢打 因為在那個像威力達人的程式上面 它有提供讓你自己慢慢打 那怎麼打 聽一段 打一段 聽一段打一段 這樣的話很浪費時間 所以 這邊有一個軟體 叫做 Py Py Transcript 什麼什麼 Portable 等等 這個 這個在哪裡 在我雲端上面 字幕這裡 你把它下載 解壓縮 有沒有 這個軟體 解壓縮之後的話 把它解到桌面 這個你可以直接把它 直接放在桌面上 那解出來的話也是免安裝的 你把它打開 就長這樣 兩個東西 裡面的話 你就直接點兩下 它就啟動了 啟動之後的話呢 可能要做幾個選項 選擇就OK了 第一個的話呢 它這個介面是英文的 好像沒有中文版 沒辦法OK 然後呢 第一個請各位一定要選 你的Audio 就是你的英語的Language 到底 你這個 影片 是講哪一國的語言 大家講中文嘛 而且也是繁體的 所以記得你要選正確 所以我們把它選 直接拉到最下面 會找到什麼呢 你不要選錯了 因為每個地方的腔調 應該不太一樣 你不能找 選擇什麼 選擇廣東話 那應該翻譯會錯 那如果用那個 簡體的中文 它可能翻譯出來 會不會 選舌音 它沒辦法分辨嗎 OK 那Hong Kong 這個不是啦 所以選擇這個 台灣這個 好 第一個 請各位一定要選對 OK 第二個的話 我們再來 這個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請你選擇 什麼 我們要 產生 字幕的那個檔案在哪裡 那我是放在桌面上的那個 剪輯 有沒有 這邊 O這個 把它選進來 OK 就它了 再來 Output到哪裡 那你就直接 output 我是建議啦 直接就把output到剪輯這邊好了 就是跟它放一起 所以呢 這是 1 選 Traditional 2 選檔 3 選那個output location 就是你要丟到哪裡 丟到一樣的位置 OK 4的話呢 按下這個 有沒有 它就什麼 Transcript 就是幫你 把那個聲音檔裡面 自動產生 這個字幕 OK按下去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就跑完了 跑完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它就輸出兩個檔案 一個檔案是點TST 一個檔案是點SRT 其實主要我們是要這個啦 SRT 不是TST TST不用 主要是這個SRT 所以呢把它打開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已經幫你把字幕 產生了 那把這個先關掉 我們要的東西在哪裡呢 把它先縮小 你會發現喔 它是放在剪輯這個裡面 就會有兩個檔 其實我們不要這個喔 不要TST喔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我們主要是這個 那你點開來 它可能會沒辦法開啟 你可以用記事本開 按確定 開起來了 有沒有發現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 每一段的那個字幕 有沒有 1234 還有時間 幾點 什麼時間 到什麼時間 它會自動幫你加上去 不過 你會發現 可能會有問題 什麼問題 102T 這個不是當兵 102T 我看一下 再來喔 你會發現如果 這個影片 的旁邊 如果有跟他 一樣的名稱 但是是 副檔名 是.srt 那就是字幕檔 他會自己 幫他讀進來 然後會自己上字幕 我們來打開給各位看喔 點兩下 有沒有看到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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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業程序的話有分成 有沒有看到 其實還蠻多錯誤的 那怎麼辦 你就要自己再到哪裡了 自己再到 這個srt 裡面 把它怎麼編輯 然後呢 這個可能要 自己 看103T吧 我記得這個應該不是T 3 這個可能就自己要打 然後什麼102裡面 用到的圖吧 用到的圖吧 不是地圖啦 OK 這可能要自己在這邊改一下 也就是你最後把它改完之後 那這個srt就把它存檔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所以今天喔 的作業喔 主要就是教兩個東西 一個是 剪輯 合併完成的 All.mp4 第二個是 利用這個 這個 這個軟體喔 所產生的字幕檔 OK 字幕檔 請各位喔 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看一下是不是正確 不正確就把它修正一下吧 應該花不了多少時間 OK 那好處是說啦 你可以少打很多字幕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OK 那把畫面還給各位 今天的作業喔 主要就是做這個 下載 安裝解碼器 剪三段再合併 但是你剪四段合併也沒關係啦 反正我是希望你要剪 合併的動作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YouTube上面影片喔 都是經過剪合併過的 所以它變得很緊湊 它把 那個 中間可能很冷場的地方卡掉了 然後最後再合併在一起 再加字幕就可以上了 OK 所以其實你們也可以類似用同樣的方法 去拍影片 甚至你那個聲音檔 字幕檔都可以後加都沒有關係 這個部分的話我想提供給各位參考 畫面要還給各位 所以今天主要的練習 就是 請你繳交 兩個檔案 一個檔案是 O.MP4 第一個是 O.SRT OK 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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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